109 《大公報》 回味陽城 2015年7月4日大公園 B十二人生在線謀雨光對於一座城市 一般都要親身經歷才有回味 否則只是道聽途說 終究是一盤無靈魂的菜 索然無味 我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 跟絕大多數與靈人一樣 最初對於祖國各地的記憶 停留在黑白電影和彩色聖地照片之中 最早聽到廣州這個名字 是我在小學看電影陽城暗哨中得知的 這部上海海演電影製片廠攝製的黑白電影是所謂的反特影片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讓我印象深刻 據習普真志介紹 影片除了在廣州拍攝外 一些大街及海邊的場面 還是在我家鄉浙江集浦鎮拍攝的 我估計是後期的補拍場景 當我讀初中的時侯 我才真正對廣州有了一點向往 那是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彩色影片三家項的放映 小小完成當時文化生活單一 電影院和戲院均放映影片 人滿圍環 人們看完電影 有條件的人家 在冷飲店裡喝杯冰袍果汁 或者綠豆湯 或者一碗冷麵 一個充實而悠閒的夜晚就過去了 影片三家項反映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 廣州市三家項三戶身份竟宜的家庭青年的事業和愛情追求的故事 當時我還小 看不明白 但彩色的畫面讓我對領南風情充滿向往 從此播下了對廣州者在城市中外的種子 改革開放了 一些膽大的社會無業遊民坐火車去了廣州 帶回了一些當時頗為羨慕和希奇的電子標 他們一倒賣 賺了個差價 就有了學走 抽煙的錢 一些正式想出去闖闖的人們 比原我鄰居的一些女青年 他們舉家去了廣州謀生 上來也暫住了腳筋 後來 爸爸去廣州出差 說實在的也叫旅遊 當然當時還沒有旅遊這個叫法 他和同時去了那旅回來 只帶了一本薄薄的月秀山公園介紹的小賊子回家 什麼好吃的東西 譬如廣州的點心什麼的 也沒有給我們這弟帶回 現在我想來 當時廣州成懷沒有旅遊食品把 或者爸爸根本沒有時間或閒錢 給我們帶好吃的東西回來 我從這本小賊子上得知 廣州為什麼叫五陽城 傳說古時周代有五個先人葛騎口鹹六支谷垂的陽光臨楚亭 廣州古名 把谷垂贈給一人 並捉人們永無饑荒 先人言不忍去 讓花為石 五陽石像就是藝術家們 根據這個神話而創作的 這就是為什麼廣州用陽城和瑞為代清和簡清的由來 月秀山公園類的五陽像用花崗石雕製 造型陷促而富有詩異 被人們視為廣州的標誌 我妻子是廣西人 他當姑娘時 在廣州的月秀天堂大廈工作 他的同事 也是他最好的閨密阿敏 後來隔給了一個家具廠的老闆 現在這家叫歐凡的家具廠 已達到了一年一億元的產值 阿敏和他老公還免費開辦國學班 成了遠的文名的成功人士 而我妻子後來來到我所在的城市 成了一位經營外貿服裝的店主 有時 我們去卡拉國 他總是用當年在廣州學會的粵語唱歌 比願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我第一次去廣州 是和妻子一起去的 我大學的同學和他的司機 陪我們遊覽了好多的地方 高聳入魂的廣州電視塔 美麗的珠光夜色 麒麗風光的白雲山公園 各家風味獨特的早茶餐廳 讓我對廣州有了感性的形式 以往從電影 小說中得知的廣州印象 一下子身臨其境 讓我無比感慨 我眼中真實的廣州 比我原先想像中的樣成 真的不知美好多小陪 南月千年時 興懷一旦來 各種非舊族 煙月有陳臺 廣州 別名楊城 花城 一座泛榮發達的南國城市 這女有美麗的花時 有有限的茶樓 這女還有我很多的親友 大學 高中時代的同窗 我妻子的伯父一家 閨密及實子 有我的一些子愛有人 楊城 讓我常懷向往之情 回味無窮 你們 effect完事實上